hello 大家好 我是好人家耐赞 网络和萌萌书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测一测 奇葩的CP零食第2弹 哇哦 我们就挖掘了一些东西 我发现这个世界就是大草台班子 你不知道东西好不好吃 就把别的往里面掺一口掺红了 你这叫做怎么叫联名呢 插一脚 在你的工作一片顺利的时候 找一个人给你插和一下 也许就会有新的惊喜 但是这一定会好吃 我们一个一个来测一测 第一个好地来的烟黄瓜瑞克 这是一个动漫联名哦 黄瓜芝士口味的蛋糕 37块钱两颗啊 这么贵啊 我看看它有多大 它好精致啊 它碎了 本人应该很可爱 这根黄瓜有点可爱 但这两根要我37 我不理解 你理解吗 不我花钱我理解 它是黄瓜渣知识蛋糕的CP组合 你打开 这是海苔吗 一个一咬一口 我会接你这种招 都几岁哥 这把年纪都是我骗人家好不好 上到我们去迪士尼有一次 然后迪士尼里面吃餐厅 然后摆着很漂亮 摆完上面有那种装饰的塑料片 不是说当成那个巧克力馅小 来我们尝一尝哦 手擦过了宝贝然后来尝 从他脑袋开始吃 爆浇嘛虫子 里面有加薪 好吃的 它不值18块 尤其是外面的巧克力肯定是带可可纸 它感觉外面都是在做模型 里面的那个芝士的部分是好吃的 很清爽 但是我广包玩 对 它一边上头一边下头 感觉就是过山车 感觉它是那种低卡零食的感觉 但是外面的巧克力的部分又不是特别的 整体不怎么甜 然后很克制 但就是觉得嘛有点特点 但是38块鞋 它这个相当于是18-19块一根 我觉得我不会买 但是如果爱这个IP的话 我觉得是很可吃的 它不属于翻车的那种怜名 是个能吃的 它的造型还是很惊喜的 比如说它还做成一个海绵宝宝 不是很可爱吗 也就是起到了一个造型上的作用 这集有看到人家说团队里的 在吐槽自己的公司的同事没用 然后就是说你团队里面它的职责是什么 它起到了一个插嘴的作用 有上没上 插嘴 这么说你的同事啊 可不行吧 你在团队里面是什么担当 大家刷出来 人家说 你是什么担当 忍气吞声担当 颜值担当 那我们颜值真的听话板很低 我是什么 我们是我们团队的肥胖的底线 就是不能再胖过我了 他们那天跟他们吃饭吃火锅 昨天说做直播胖了20斤 是少的 那你还算不错的 下一个 芒果辣椒棒棒糖 还是个芒果造型呢 芒果糖外面撒着辣椒粉 一根要12块8 你们真的不该在一起 这有什么可卖到12块8了 哦还蛮好看的 是吗 打光打光 这像是小朋友在搞露作剧 把牛奶外面放棒棒糖 放辣椒 你看是半透明的 大家只会看到你的手即可 这是顺风顺水 感觉要求个福一样的 阿爸现在人生就是两大希望 一个是健康 一个是发财 主要是发财 哎 谁不是老大阿爸 自己愿望刷的也说 我不是刷弹幕上 我不信 是吗我不信 来我来尝一尝 第一口是辣 后面是酸甜 啊 怎么了 它像是那个什么羊分蛋子 那个酸草膏 它是硬糖啊 神经病 它是硬糖 它得把外面辣椒粉全部含碗 神经病啊 我以为是个乳丸糖呢 沉默了 里面芒果是好吃的 芒果是香的 那外面为什么要有辣椒 我不理解 沉默 是今夜的康强 其实有点咸甜酸 但是这远没有酸草膏好吃 对因为太硬了 搞不懂这个产品 下一个 烧鸡口味的气水 还是配烧鸡还是烧鸡口味 请大家最好是明天给我点个赞 不是给我的 是给我们的团队 牛啊 牛牛子啊 真的好厉害啊 它是配烧鸡还是有烧鸡味啊 烧鸡口味的 没有烧鸡肉嘛 然后 烧鸡汤的提取物 烧鸡汤提取物 19块9毛钱6匹 道口烧鸡是河南的一个传统名菜 被誉为中华第一鸡 我们对这只鸡是非常尊重的 这个好不好吃就不一定了 好不好 但是相当于在鸡汤里面倒可乐嘛 它刷那里面没有用水 用的是鸡汤提取物 别担心啊 看有没有馅儿 低糖淋脂 哦还是汽水的 好吓人啊 我闻一下 你闻它后面有一个八角还是什么的香料味 先是甜的 你能闻到那个汤料里面捞出来那个葱 它就是甜汽水味再加了一些左尿 但是左尿味不浓啊 汽水味比较浓 就是普通的便宜的甜水的味道 但是我刚一低头看到什么 它真的放了这样的烧鸡 你真的觉得有人愿意买吗 我们本人没有吃过河南的那个烧鸡啊 我们对大家也是很尊重的 我不知道烧鸡是甜的吗 不可能吧 烧鸡肯定不是甜的 肯定是咸的吧 事情是大无喜不勇 你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汽水是不好喝的 有争议 哦尊重 表示一下尊重 下一个 双汇的椰果烤香肠 太奇怪 真的太奇怪了 19块8块钱10个 这太奇怪了 椰果放在火腿肠里面干嘛 这好吃 真好吃啊 你们吃了 第一个吧 你小时候就吃过啊 他小时候也没有很早 我们小时候就比较早了 当小时候没几年 我跟他一同龄人 那你为什么你们两个聊不到一起去呢 那不是要故作矜持吗 好吃吗 就是小香肠啊 吃不出那个椰果的味道 闻得到一点点椰香 但我觉得它玉米上比较好吃 有一点点 但是不能吃 对 你要再变态一点 就是像放玉米一样 放个椰果 它里面就是有椰果肉的 那仔细慢慢地咬它 特别小饭我吃不出来 你得很仔细 拿检微镜找的才为 我怀疑我吃的那一根里面只有香肠 没有吃到椰果 不难吃 是可以吃的好吧 特点不同 下一个 深椰火鸡面 12块9毛钱 花下了葡萄3块钱一袋 它可牛了 它是深椰的 然后再加上那个火鸡面 如果你不愿意吃那个深椰 你当平地直接吃火鸡面 也可以 深椰已经走入了千家万户千斤万嘛 这个会比较适合那种不太能吃辣的宝贝 巨像 真的 太香了 然后我们捞出来之后 你最后上面是要撒上椰蓉粉 你真的去闻一闻 就好香啊 好香啊 还要拌一下吧 看起来好吃不奇怪 这不就是甜辣的吗 我完全能接受 这有什么不能吃 三块钱这个方便面不能吃啊 我觉得里面应该再挤点柠檬汁 好吃的啊 就是有点太辣了 好吃啊 我甚至可以直接拌那个椰子粉 这火鸡面是香的吧 麻辣厚掉带着一点那种 你坐在海南依林边的感觉 有点椰香在里面 我觉得口味比较丰富 还有一种孽奇感 你不爱啊 我喜欢吃白象的麵 我也很爱白象 但他这一遭来下来说 白象也没有在开心 我也没有在开心 网友也觉得你很做作 这段不知道你在 犯例什么人生 真的很像在那种真人秀里面 不然就开始 帮女嘉宾拎行李的男嘉宾 很做作 感觉你自己有自己一套台本 但是嘛 那个行李你不拎嘛 然后网上网友也会骂你 但是可以拎 但是可以很正常的拎 你不应该直接对女嘉宾说 要不要我帮你拎 要你要说 你看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要拎呢 这开始恶心了 你知道吧 要拎你就拎不拎就走 好 今天的奇葩CP零食 大赏就是这样 不知道你最心动的是哪一个呢 今天还是有一些是好吃的吧 对 我觉得除了那个棒棒糖 其他都还 能硬吃一下 是啊 但是那个倒香机的那个汽水好像 没硬喝一下 有一些精彩的地方在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魔术留言 其他好吃的零食哦 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爱你的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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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